大家好,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肉盒子 在早餐店里一个卖十元 自己在家做,经济又实惠 今天我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先在盆中倒入400克面粉 加入两克酵母粉,两克食用盐 用24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做这个肉盒的面团要和得软一些 包的时候不会破皮 一直搅拌成大朵的面絮状 下手整理成面团 像这种光滑细腻的面团 表面淋一点食用油 涂抹均匀,锁住水分 醒面40分钟 不粘锅加入一大碗水 晃入一个卤肉包 水开后用中火煮上5分钟 将大料包煮出香味 然后捞出来,下次还可以食用 放入一把红薯粉条泡软 用料水泡好的混条 吃得特别香 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切成肉片 用五花肉做馅儿 吃起来香并且不油腻 剁成肉馅儿,装入盆中 这时混条也泡好了 用剪刀将混条剪成小段 倒在肉馅儿中 换入葱花,姜末 调味加入生抽 老抽上色 蚝油 盐 十三香 花椒粉 最后淋点食用油 朝一个方向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样调好的馅儿还可以包包子 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放一边备用 给大家看一下形好的面团 用手拉很长都不会短 直接揪下来一块 放在面板上,按成圆饼状 再放入适量的馅料 垫起边缘像包包子一样收起来 一定要捏严实,防止露馅儿 电饼铛提前预热,刷油 放入做好的饼胚 用手撕探着按薄一些 用大火先烙上两分钟 闻到香味时,拖起来欢笑面 做这个揉合,要多欢动 让饼子受热均匀 这样烙好的颜色也好看 一直烙着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一按,立马回弹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肉盒就做好了 锅面时加入了酵母 饼皮特别的柔软,也好消化 里面是满满的馅料 皮薄大馅的,吃起来特别香 刚出锅,女儿就吃了一个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咱们下期见